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 自今为您演播的长篇玄幻小说 一箭独尊 精彩继续 一箭独尊第2715章 三流体质 道体竟然是三流体质 也算真的是不能忍呢 而就在这时 星空深处突然传来数十道强大的气息 叶璇眉头微皱 这时叶璇面前的老者突然说 小兄弟做人要低调行事 叶璇看了一眼老者 然后收起了清旋剑 这时一名白发老者突然出现在场中 见到这白发老者 叶璇的面前老者顿时为之以惊 他连忙说 聪丑 场中众人也是一阵惊呼 天舞宗宗主 在这天舞宇宙 天舞族就是当之无愧的超级霸主 这天舞宗宗主 是李星兰 是天舞宇宙第一强者 这李星兰 又近千年来未曾出现在世人眼中了 李星兰直接走到叶浅浅面前 他看着叶浅浅 片刻之后 他目光变得炙热起来 荡真是太出神体 说完 他目光突然变了 清场 清场 此言一出 数十道残影突然自场中撕裂而过 一瞬间 四周那些观看者脑袋 直接提起飞了出去 然后瞬间被抹除 见到这一幕 叶璇愣住 很快 他脸色沉了下来 他已经明白 对方是什么意思了 一旁姬家大小姐 惊恐地看着常中李星兰 此刻的他面色苍白如指 和叶璇一样 他也明白 这天舞宗宗主的意图了 天舞宗宗主 转头看向姬家大小姐 他眉头微皱 七强 这个家族实力并不强 但是这个家族 却和太出族 有那么一点关系 太出族 李星兰顿是有些犹豫不决 就在这时 一旁一名黑衣老者 突然嘶哑说道 宗主 此事好办 说着 他看向叶璇 场中 一众天舞宗强者 纷纷看向叶璇 李星兰看向叶璇 下一刻 他右手摊开 然后对姬家大小姐 轻轻一压 一瞬间 姬家大小姐 直接被一股恐怖力量锁住 动弹不得 李星兰看着叶璇 杀了他 叶璇沉默 至少嫁祸自己 李星兰盯着叶璇 杀了他 我给你一个痛快 否则 你会明白 什么叫求死不得 叶璇想了想 然后拉住叶剪剪的手 你们想 我妹妹是太出神体 所以 你们觉得她会是一般人吗 闻言 众人眉头皱了起来 他们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 于是众人又纷纷看向叶璇浅 见到众人目光 叶璇浅连忙躲到叶璇身后 李星兰看着叶璇浅 不说话 叶璇正要说话 李星兰突然看着他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是太出神体 我要得到他的太出神体 明白 叶璇想了想 然后点头说 懂了 说着 他走到那姬家大小姐面前 后者看着叶璇不说话 叶璇突然出见 这一见出 目标并不是姬家大小姐 而是旁边六名天舞宗强者 六人猝不及防之下 瞬间被叶璇一剑割脑 六颗血淋淋的脑袋冲天而起 而就在这时 叶璇突然转身一剑斩枪 这一剑的目标正是那李星兰 按随一道剑光炸力看来 李星兰直接被这一剑斩退至千丈之外 而他刚一停下来 场中又有十几名天舞宗强者 脑袋奇迹飞了出去 秒杀 全部都是一剑秒杀 叶璇身后 姬家大小姐惊恶地盯着叶璇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他 叶璇轻轻谈了谈 青璇见上的鲜血 然后看向远处同样震惊的李星兰 轻笑说 其实我一开始也是有点慌的 因为我以为你们是一个比过去宗还要强的势力 但我没有想到你们竟然这么弱 说着他打量了一眼李星兰 然后笑着说 你一个宗主竟然连三只镜都不是 而你竟还敢在我面前嚣张 你是怎么想的 不得不说 叶璇一开始确实很意外 因为他没有想到 这天武宗竟然这么的弱 与过去宗相比 这实在是太弱太弱了 叶璇对面 李星兰惊恐地看着叶璇 你 你知道过去宗 叶璇眨了眨眼 难道你不知道吗 李星兰死死盯着叶璇 你是谁 问你一个问题 是过去宗厉害 还是太初族厉害 李星兰沉默片刻之后说 我若回他 可否放我一条生路 我让你答 没让你问 声音落下 他直接消失在原地 一律见光自场中一闪而过 那李星兰还未反应过来 脑袋便直接飞了出去 鲜血如喷泉一般喷洒 血行之急 叶璇掌心摊开 清悬剑飞回到她的手中 她转身看向一旁鸡家大小姐 微微一笑 姑娘 你安全了 鸡家大小姐看了一眼叶璇 然后说 多谢公子 小事 说完 她拉着叶浅浅 朝远处走去 鸡家大小姐突然说 公子 等等 叶璇转身 看着鸡家大小姐 后者犹豫了一下 然后说 公子 你最好引念一下 猎妹的特殊体质 不然 会引来无数麻烦的 叶璇微微一笑 谢谢提醒啊 不过 说着 她揉了揉叶浅浅的小脑袋 然后笑着说 我们无所畏惧 说完 她拉着叶浅浅 朝远处走去 身后鸡家大小姐 看着叶璇兄妹二人 沉默许久许久之后 她突然转身离去 她并没有回去鸡家 而是来到一座古城之中 她来到一处商会 太初商会 她走进商会 然后来到一名老者面前 她微微一礼 鸡家大小姐鸡月 见过前辈 老者淡淡看了一眼鸡月 有事吗 我见到了一位 太初神体 闻言 老者眼瞳 助然一缩 下一刻 一股恐怖的事 瞬间将鸡月裸罩住 鸡月心中一害 微微攻身 冷汗瞬间流下 她却强行让自己镇定下来 老者盯着鸡月 你确定 鸡月连忙点头 亲这门去 老者沉默片刻之后说 你想得到什么 鸡月连忙 深深一礼 求一份鸡月 老者掌心摊开 一块木牌 缓缓飘到鸡月面前 现在起 你便是太初族的 外室弟子 外室弟子 闻言 鸡月眼瞳 骤然一缩 她连忙再次 深深一礼 兴奋地说 多谢章狼 外室弟子 太初族为了培养 更多天才与妖孽 会向外招揽一些 天才与妖孽 这种名额 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可以说 要是能够成为 太初族的外室弟子 那绝对是改变命运的 不仅改变自身命运 还改变自己的家族命运 这个身份 比天武宗弟子身份 强千倍万倍 只要他现在回去 整个机甲 都将以他为荣 这时 老者突然说 你可以说了 鸡月收回思绪 连忙再次一礼 某处星空之中 叶璇欲见而行 他身后叶浅浅 紧紧抱着他 叶璇神色 是有些凝重的 因为按他猜测 叶浅浅可能是太初族的 若真是太初族族人 那他又为何会死呢 是因为内部原因 还是外部原因呢 若是外部原因还好 但要是内部原因 那他带着他回去 那不是羊入虎口吗 可惜 这丫头现在记忆都没有恢复 头疼了 还有大道笔主人 这货把叶浅浅交给他 绝对是没有安什么好心的 就在这时 叶浅浅突然说 哥哥 怎么了 叶浅浅抬头看向叶璇 其实你可以不用管我的 为什么这么说 我不是你的亲妹妹 对吗 叶璇点头 叶浅浅微微低头 我 其实可能不是一个好人 叶璇愣了 然后说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也说不清楚 就感觉 感觉我以前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我 我要是恢复记忆 可能会伤害你的 叶璇沉默 叶浅浅抬头 看向叶璇 你是一个好人 我不想伤害你 叶璇犹豫了一下 然后说 其实 我也没有那么弱 真的 叶浅浅犹豫了一下 然后说 可我感觉你很弱 叶璇脸顿时就黑了下来 丫头 你说话 可不要这么伤人呢 我就是这种感觉吗 叶璇无语 你要不要离开呢 叶璇想了想 然后说 你想不想我离开 叶璇浅猛摇头 叶璇摇头一笑 那我们再约定一下 我现在保护你 以后你保护我行不行 叶璇浅看着叶璇 好 谁也不能失言啊 不失言 我绝对不失言 叶璇哈哈一笑 这时 两人远处时空突然裂开 下一刻 一名老者 缓缓走了出来 来人 正是先前 金月面见的 那太初族老者 这老者走出来之后 当他看到叶浅浅时 整个人顿时 如同见到鬼一般 惊恐地说 你 是 是你 怎么可能 你 你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自今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见独尊 下集更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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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